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梦境便存在着许多奇怪神秘的事情 例如托梦一说 在民间各种各样的信仰中 托梦是个很神秘又充满灵性的事情 人们相信在阴间人妖魔鬼怪神仙 如果有什么事情想要交代活着的人 就可以通过托梦的形式来实现 中国古人则称人死后都会去阴间 那么阴间长什么样子 人死后会在阴间里一直待着吗 至亲的人死后是否会在阴间相遇 很多人对此十分好奇 古人们对于地域当中 人们的生活还构想出了种种场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古人构想中的阴间是什么样子的吧 在西汉时期 人们相信人死后 魂魄将分别去往泰山中的两座山 梁腹和梨里 人分别由魂和魄构成 人死后的魂魄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 魂去了梁腹或去了梨里 形成了两个地府系统 但魂魄最后统一为灵魂后 海山地狱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古代对于阴间的记载中 有黄泉路和孟婆汤 但其中还有一个高高的石台要跨过 那便是发出阵阵阴光的望香台 这个望香台是人死后 与阴间亲人见面的地方 但不是真的见面 只是投胎前最后望一眼在世的亲人 根据记载 望香台是 那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体恤众生不愿死亡 惦念家中亲人的真情实义 发愿而成 当此后的人走到望香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阳间的肉身这个时候 也差不多都要入柜装炼的时候了 这个望香台的目的 是为了让已故的灵魂能够最后一眼 看看自己的家乡 亲人 朋友 以及自己死亡的身躯 之后便走向转世之路 这个望香台目的是告诉世人 不要等到后悔莫及 才流下悔恨的眼泪 二 活的人有可能去到阴间找亲人吗 在收神记 虎母班讲了一位泰山当地人 虎母班的奇遇具体如下 虎母班受府君之托 把一份信交给其女婿何伯 他送信回来后见府君 父君要奖励他 正好虎母班在地府遇见了 正在服苦役的父亲 孝顺之心加上父亲的嘱托 他便很请让他父亲免除苦役 并作为当地的土地神 父君架不住他的苦情 最后同意了 但虎母班回去后 却发现他的儿子一个个死去 惶恐中又到泰山 父君那里求助 父君招来他的父亲 一问才知道 原来他父亲回去后 思念孙子 就把孙子们的灵魂 叫到他身边陪他了 最后 父君免去了其父亲的神位 而虎母班 以后所生的儿子都安然无恙 对于活人能去阴草地府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 佛法中有提到 活人的肉身去不了地狱 只有有修为的人 在坐禅的时候 保持内心清静 灵魂会脱离肉身 并在佛菩萨的保佑下 才可以下到地狱中 并为足够高的人 去地狱是一种神石 俗称灵魂去的地狱 大活人是不可能去到地狱的 什么才算是有修为的人 一般是指那些 做事坦然 不杀 不偷 不淫 孝养父母 行善吉德 德行厚的人 一般在去世之前 有机会去阴草地府 去看一看 与活人过阴的过程 极为相似 但是 这只是德行修为高的人 能做到的事罢了 在中国古神话和道教典集中 有着大量关于阴草地府 鬼魂的记载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雷蒙德·穆迪 曾研究过并记录下了 人死后49天的全过程 认为 人死后确实有灵魂的存在 但是 对于地狱和天堂 则没有任何说法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 也记录了阴间的样子 当人死后到达阴间 有13站要走 分别是土地庙 黄泉路 望乡台 恶狗岭 金基山 野鬼村 迷魂殿 丰都城 十八层地狱 供养阁 鬼界宝 莲花台 还魂崖 另外还有十殿阎望 牛头马面等等 而在西方文化传说中 有的则是牛头人 人马 长脚 有翅膀的恶魔 堕落天使 这些都是上古时期就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 至于真实场景没人拍到过 也没有一个人类 看见过难以解答 曾有一位过阴的人去到过阴间 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得知一二 其实阴间和阳间一样有自己的秩序 有着和阳间一样的管理制度 有着自己的节假日 阴间的鬼魂也不都是穿着古装的 多以在阳间的宴气时穿的衣服为主 但阴间的鬼差们 还都是有自己的制服着装的 阴间有自己的话语 一般普通人的话 人是听不懂的 好比一个成语 鬼话连篇 人有人语 鬼自然有鬼话 阴间的世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没有阳光 没有生机 雾蒙蒙的 一片死气沉沉 四 阴间的人能看到阳间吗 人死后便消失在阳间 有人认为 他们在阴间其实过着和阳间一样的生活 有一位通灵者向我们 叙述了在阴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清朝有一位法律界名人 一天睡梦中 他突然见到一个人来找他有事相求 来者看上去非常谦卑有理 他便答应了下来 又过了几天 出现在梦中的那个人再次出现 这一次来是让接他去公堂 后来才知道 这个地方便是阴间的地府 从此之后 这位名人先生在午休和晚间睡梦中 都会去地府做闽判 也就是阴间的法官 后来有人询问他后 整理出一本书来 记载阴间发生的一切 根据书中记载 法律界的名人在阴间做过四五年时间的判官 主要负责 华北五省人死后十个月之内的案件 超过这个时间的就不归他管 当询问为什么他会去做阴间判官 在前几世的时候 曾经做过这个工作 在阴阴指引下 这一事又做回了这份工作 根据他介绍 在阴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约束行为 只是根据案情本身便可以有判断 不需要过多的考虑 人的善与恶可以通过和人头顶上的 红黄黑白光圈来判断 从这里就能知道 人的思想善恶 另外 人看不到鬼神 而鬼神可以看见人 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种种行为 鬼神都可以一目了然 其实 在阴间的很多事情和阳间是一样的 阴间有阴间的语言 有阴间应该遵守的制度 但根本上来说 阴间的事情 信则有 不信则无 阴间的人看不到阴间发生的一切 但就有上述去阴间当差的人 向我们阐述经历的一切 阴间的人来到阴间 或许也有可能 或许也了解阴间发生的一切 这就没有证据 这就没有证据证明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人没有真的死去 而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如今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探索 阴间的概念 阴间的概念也跟随着人类思维的变化 逐渐由具体变得飘渺起来了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许多死者都是会进行火化 火化之后就不会像埋在地里那么麻烦 人在去世以后 并不会被世界抹去 不管是后人继续传承 还是原子继续循环 他们一直都在 每一个人到了一定阶段都是会死的 死并不可怕 最主要的就是 自己有没有给社会带来一定的价值 历来有给过去的亲人烧纸的传统 每当清明节 祭日或者7月15中元节 总是有很多人烧一堆纸 表达自己的哀思之情 每每做梦 梦到故去亲人说得过得不好 想要钱花的时候 活人也会通过烧纸的方式 给他们送钱 貌似烧过之后就不再梦到了 很多人因此而相信 通过烧纸可以接通另外一个世界 给亡人烧纸 他们真的能够收到吗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有佛学基础的人 我们都知道有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也许有的人会不认可 觉得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没有依据 其实通过实修这些都是可以印证的 达到一定境界的菩萨 都能如实照到 生活中有很多 我们并未亲身验证 却也深信不疑的事情 比如空气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大家都相信有空气 科学家告诉我们 空气里面的成分是 氮气 氧气 和二氧化碳 我们也信了 佛菩萨告诉我们的东西 为什么就不能相信呢 昨天 今天 和明天 我们都相信是存在的 放长远一点看 昨天就是我们的前世 过去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今天就是我们的今生 正在发生 还可以把握 明天就是我们的来世 近况怎样 全看今天的累积 六道轮回 也是这个道理 看不见 但真的是存在 众生 无始结终 都在天道 阿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和地狱道中 轮转不息 有些可以通过神力托梦 但是托梦的 未必都是亲人 也有据神通的鬼神 交换亲人形象 说完佛教的理论 我们再来说一说 传统的理解 自古以来就有 人死为鬼 鬼死为贱的说法 人死了以后 就变成了鬼 其实这个鬼 也称为龟 人死之后 他的信息 并没有完全消失 生前言论 所作所为等影响 以及人们对他的 喜恶等情感还在 生人可以感应 亡人的这些信息 因此 鬼 因感应而生 平时做梦 梦到的一定是 跟自己有关联的人 陌生人从来不会出现在 自己梦中 哪怕是偶尔出现 不认识的人 那么这个人 也一定能够在 现实生活中找到 关于他的映射 《易经》中有 阴阳不测 未知神的说法 如果一个人 天年未尽 生机未绝而亡 那么在阴阳不测之间 鬼能自感成灵 也称为阴神 阴神通过修行 与外物 感得神通法力 感应一片山川 就成了山神 和神 其实 这个所谓的神 也可以说他不存在 只因静神者 感应而生 在我们的传统中的鬼神 是对现实世界中 无法实现 梦想的一种追思 传统鬼神的概念 在佛教传入以后 逐渐融入了一些 佛教轮回 报应的思想 虽然佛教中的 鬼神的概念 与我们的传统概念不同 但是 从道士 道传 等佛教领袖写的 著述中 可以看出 佛教中 讲述的鬼故事 也受到了我们 固有传统的影响 两者概念 互相融合 不能完全化解而分 最早给王仁烧纸的 历史资料 是随末唐出 历史唐林写的 《闽报记》中的 相关记载 报士大师在 辩钻 法院朱林时 曾引用 出文本将设时 人欠 请有金箔以赠之 文本问 是何等物 欠云 鬼所用物 皆与人意 为黄金及捐 为德通用 然也不如假者 以黄色图大西作金 以指为捐薄 最为贵上 文本如言作之 这段文字说的是 鬼所用的东西 都与人不同 唯有黄金和捐薄 是通用的 但是真的反而 不如假的 用黄色锡纸 代表金 只代表捐薄 这种最好 这段文字 印祖大师也读过 印祖认为 烧锡薄这事 虽然不是佛教中 出来的 但是来源久远 古人虽然不知道来源 但是这个合乎于 天理人情 所以不妨保留 没必要完全废除 作为已经 皈依三宝修行的人 在祭祀 故去亲人方面 应该是以诵经 持咒 念佛为主 借三宝加持之力 自己诚心念诵 佛菩萨名号 或者经咒 为亡人回向 这样不管亡人 投生到何处 对其都是有利益的 对于不信佛的人 焚烧稀薄 我们应该水顺 不管亡人 是否能够收到 起码这是一种 寄托哀思的行为 一味的阻止 说其是封建迷信 并非是明智之举 在水顺之余 引导其学佛修行 这才能起到 良好的效果 如果想给 逝去亲人 烧纸钱 最好到墓地去烧 不需要画十字符 或圆圈符 亲人会完全收到的 如果祭祀在远方的亲人 烧纸钱的时候 可在十字路口旁 或空框 屁镜处烧纸前 以减少周围干扰 一 女人烧纸的话 先画个大圆圈 这个圈还要开个口 开口的方向 对着家乡 或坟头的方向 就行了 祭祀者应该在 圆圈的后面 向着仙人坟头的方向 下跪 三叩手 然后再说上几句 祭祀住院的话 再开始烧纸钱 画开口圆圈是符 是女人给亲人 烧纸钱的重要步骤 在道家来讲 圆圈是一种辅纣 若在圆圈上烧纸钱 任何野鬼 阴灵是抢不走钱的 二 男人给亲人 烧纸钱的步骤是 先在地上画一个十字 画十字是道家的一种辅纣 也可以在十字外边 再画上一个大圆圈 也需开个口 这叫双符咒 在符咒中央上烧纸钱 别的孤魂野鬼 也是抢不走的 三 烧纸钱画符 前面谈的是女的画圆圈 男的画十字来烧纸钱 不论亡人在何处 都可以受到这份敏资的 画符咒目的 是防止别的孤魂野鬼 来跟亲人抢钱 所以要在正式烧纸钱时候 一定要多留出些 散钱来 先在外边焚化 为之 打发外穗 而且在古代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科学发展还不够 很多的自然现象 无法用科学解释 再加上统治者的需要 所以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人 都是信鬼神之说的 所以就有了老人死后托梦 给家人的说法 在佛教的解释中 这就是代表亲人需要进行超度 只需要找高僧 超度一下就好了 而民间还普遍流传着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 之所以会托梦 一定是死去的亲人内心深处 还有什么没有解开的心结 又或者 有什么冤屈 或者心愿 还希望活着的亲人 能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想法 其实 这都是迷信的说法 亲人托梦 更应该是一种心理状态 是对亲人的念念不舍 才能让人们 在亲人走后 依然在梦里 与亲人见面 在科学家们看来 之所以会出现托梦 这样奇特的事情 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是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的缘故 当我们对 逝去的亲人非常思念时 我们的潜意识中 就会加深对他们的思念 而当我们的大脑神经 接触到这种潜意识时 就会在梦境中 做出相应的发射 也就是托梦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